最近水牛确实是运气太差 时时刻刻都要面临生命的危险 就像今天这样 水牛被一群猎狗给盯上了 作为大草原的捕食者 不用小编多说 大家都应该知道 猎狗就是出门来狩猎的 看起来上天很是眷顾 一群猎狗没多久就碰上了这一头水牛 本着遇见不要错过的原则 猎狗很快就把水牛给围住了 这时水牛迈着牛腿想要逃离此地 毕竟现在这里就它一头落单的水牛 要知道水牛对猎狗的招数 可谓是烂熟于心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水牛就打算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这里有这么多只猎狗 要是它们一拥而上的话 水牛铁钉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哎呦呵 猎狗一看水牛想要逃跑 当时就不乐意了 它们快速地追了上去 它们步步紧逼了上去 水牛很想扭头跑路 要是再这么耗下去 估计小命要不保 但是你们也都看到了 目前的局面不容乐观 一头水牛面对着好几只的猎狗 想要逃出生天的概率不大 就在这时 只见水牛冲向猎狗就要拼命 结果它却虚晃一枪 目的就是想要逃跑 可惜还没跑出多远距离 就被几只猎狗又给围住了 眼看水牛这么的不听话 猎狗也不客气了 它们一个个地死缠着水牛 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好家伙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面对着猎狗的疯狂进攻 水牛胡乱地四处乱窜 正当它以为无路可逃的时候 幸好有一个小水堂在这里 水牛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 真是吓死个牛了 但是水牛的这个操作 可把几只猎狗给看傻眼了 它们是严防死堵 最终还是没能守住防线 竟然让水牛跑到了水中 这下就难办了 毕竟水中可是鳄鱼的天下 面对着烧脑的情况 猎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得不说 水牛确实挺聪明了 现在待在水中有鳄鱼的庇护 短时间内是很安全了 油调 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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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感谢观看